主席,請那個市部長 請市部長 市部長,在你這個今天的報告裡面 你其實也寫得很清楚 就是再生能源在申請設置這個流程 總共要經過六個階段 這個六個階段,你從認定 設備認定 並聯審查簽約施工並聯及完工證明 六個階段 第一個設備認定 的時候 是不是業者就已經購買了設備 你曉不曉得 我請那個局長 他所謂設備認定的階段 是不是已經要知道他是用什麼設備了 他是不是已經購買設備了 還沒有,那看個案 看個案 在設備認定的時候 他是一本那個申請書 那他申請書裡面 我們看他的基本上 那他到什麼時候設備會購買進來 那完全看個案 完全看個案 那個設備認定以後 會進入病人審查 那病人審查是台電公司來看 你這樣的一個想法看法 那病人審查時候設備進來了沒有 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個設備 那也還不一定 那我跟你說 你們的落差跟他們有落差 我聽起來是不一樣 我今天希望安排這個專案報告 是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我先把這個釐清 因為他這個部分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屏東縣政府的 由政府主導的一個專案報告 對不對 不是專案報告 一個專案 為了能夠國土富裕 還有這個能夠 這個什麼 洋水重電啊 災區重建等等 這等於是政府一個很好的美德 一個專案 這是一個專案要特別處理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依據災生能源條例 有一些業者進來了 那這個認定的這個地方的落差恐怕 也是造成今天大家爭議的地方 因為他有六個流程 是 那個病人審查之後會簽約 那簽完約之後呢 廠商就施工 那施完工以後呢 他等於就可以有電了嘛 然後電的話呢 就開始施病年 那施病年的時候 他就會發電 發電的話呢 就視同那個開始算電費 然後最後一個 這個我當然知道啊 但是你從簽約日到你的施工 這個部分到你的那個 最後那個叫什麼 六個流程 第五個流程 病年 你從簽約到病年 這中間裡面有好幾個 很多的手續 台電這個很多手續 我現在請你們先回座一下 我先請 那個代表的 李市長 不用台電你不用來 李市長 您來說明一下 我想這個大家互動 然後互相了解一下到底 為什麼落差出在哪個地方 好 李市長 可不可以代表 這個說明一下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說 血本無歸 然後 這個浴庫無類 到底是 出在什麼地方 委員 我們 能源局在4月30號 才把認定辦法公告出來 這歐局長應該也清楚 4月30號 99年4月30號 那到 台電到99年9月13號 才將500KW以下 病年作業須之公告出來 台電董事長也在這裡嘛 應該沒有錯吧 到99年11月18號 才將所有的表格 申請表格 病年表格 11月是不是 99年11月18號 才公告出來 我們才拿到表格 可以去跑台電喔 各位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要我們跑 台電 病年審查 審查齁 台電不是那麼簡單的 台電你一進一個區處 總共有五個科來對付你 一進去 就有一個業務科接待你 接待完又一個規劃科接待你 規劃科接待完以後 再來一個設計科接待你 再來一個檢驗科來接待你 最後還要回到營業科 再事後你一下 各位你知道嗎 每一個科一進去都要出來 還有一張公文耶 所以你依據你們的這個經驗 你到要病年的地方齁 是 這個流程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光是這段時間 台電台南區處告訴我們 你這麼說這麼多的處 台電台南區處告訴我們 要六個月以上才有可能出來 台南區處齁 這個標準 但是我們很認真 在送這個要去簽約之前 你們的設備是 都已經購買了 我們 本來能源局告訴我們說 你們設備都不要先買 因為齁 你還沒簽到約 如果你去買的話 萬一沒辦法做 那你們就虧錢了 那你們害你們了那麼多錢 所以不行 那能源局這樣說是沒錯 能源局沒 我們就這樣聽啊 是好意啦 是好聽 所以他才把那個 價格的訂定的日 適用日期訂在簽約日啊 是因為這樣子啊 因為他也知道 台電後面很多程序會拖到啊 那你們是什麼時候 購買的設備 OK 我們在 我們聽了能源局的話 我們認定完拿了 認定函到台電去申請 從11月18日才開始 可以去病年審查 審查完出來 拿到審查同意函以後 再去做病年協商 病年協商 再拿到台電的病年協商 意見書之後 再進去一次 做簽約的動作 OK 簽約的時候 你就發現很多問題 為什麼 他要我們提供設備的 出廠測試報告 他要我們提供設備的認證報告 他要我們提供設備的產品規格書 我請教各位 你不去買設備 廠商會給你這些東西嗎 你沒有去買這個設備 怎麼會有出廠測試報告呢 你根本不可能嘛 廠商莫名票送你這些東西 不可能 廠商都做外銷的 你沒有花錢 他們弄不到這個東西的 所以 在 能研究講說簽約錢不用買設備 問題是 台電要我們說簽約錢就要買設備 他口頭上不用 不用 實質上就是要叫我們買 所以我們都是先買啦 你沒有買 你根本沒辦法簽約 還沒有簽約之前 其實設備不買 你也沒有辦法簽 委員 你的認知就是這樣 不是認知而已 是事實這樣 事實就是這樣 那一疊簽約資料 都在裡面 哪一疊上來看就知道 我告訴各位 這一疊齁 要簽約齁 不是那麼容易啦 他裡面 這個 250月是不為了 這還少了50月 也就是說沒有那個設備 你根本也沒辦法 依照他的規格來建議 所有的設備的證書 以及說明書 以及規格書 以及出廠設置報告 都要在這裡 台電 每一個人 在審的時候 都是一個字一個字 逐字審查 比你們立法院還嚴格 所以我在想 經過這麼多 的審查之後 你沒有設備 你根本沒辦法審查 而且沒有出廠證明的時候 你根本 都沒有辦法跟他簽約囉 台電告訴我們說 假設這個合約裡面 你已經寫了設備的型號 設備的名稱 設備的代碼 都寫上去了 萬一你執行的時候 不是裝這個東西 這個合約制止無效 誰敢賭啊 這個廢率就沒有用了 所以為什麼設備要先買 是這樣子 那大概大致上 我們先了解這個 那個陳董事長 反而是不想說請你上台 台電陳董事長 但是這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如果沒有出廠證明 他事實上他也沒辦法 送到你們那裡完成這個簽約啊 病聯的那個審查 所以說要做矽衝報告 有需要做矽衝報告的話 我們給25個 要求25個工作天裡面要完成 不需要矽衝的 這比較規模小 是15天 所以是15天25天 那至於矽衝報告 或這些審查 需要的相關表格 都已經是 已經有發布在 恐怕不是你說的這樣喔 剛開始 我們到目前我們講 假如像鋼業者講的那麼困難的話 事實上現在也已經簽約的 簽約完成的建築 我請問一下 董事長 現在送進來 送進來是有許現 我剛剛委員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說 有關於 是不是要看到整個設備 出場 出場證明 出場證明 在細衝的時候 不需要 在細衝的時候 不需要 那麼到簽約的時候 在簽約的時候 就需要 對不對 簽約的時候就需要 簽約的時候是需要 簽約的時候是需要嗎 因為包括 那個在病聯 病聯之前要 病聯之前要 可是他們剛剛講的不是喔 你簽約之前就需要囉 簽約的時候 所以恐怕董事長 你的理解 我們認為是應該這樣 但是恐怕你們 屬下 在做的時候不是這樣喔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造成他們說 如果照理這樣說 其實今天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孫子在討論 他講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也要澄清 所以我覺得您這個要特別了解一下 最近還發生嗎還是 對對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好那個 如果你們要發言 我請他發言一下好不好 那個 你請坐一下 董事長 也許你了解的 跟你實際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如果不把他弄清楚 你今天要 要來大家協調 也不曉得怎麼協調起 林副理事長 好 林副理事長 我 講了那麼多啊 沒有用 我們希望說台電董事長 你請你的親戚朋友 立民 去跑一箭 答案都出來了 說太多了 做幾年了 所以我建議 台電董事長 或者你們的官員 匿名 今天董事長來 那到底他整個流程的過程 為什麼會造成今天 經濟部 或者是政務委員認為說 因為你們從簽約日到施工事拖延 所以會造成大家對你們的質疑 今天 本席就是讓你們有一個說明的機會 那等一下我們要釐清 那現在我請那個部長 市部長 請經濟部市部長 除了這個剛才工會他們所提的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希望有一個協商的協調的時間 另外就是說 屏東縣政府 這個是政府的政策 對不對 跟災民的簽約 的確屏東縣政府在過程裡面有主導這個事情 我們了解 好 那屏東縣的處長 他剛剛也提到 他們這樣送件的時候 然後你們來一個一系翻盤 12月17號 就改了整個簽約日到完工日 讓他們措手不及 這也是今天為什麼災民 他感到非常錯愕 而且 會覺得你這個政府是在幹什麼的 你們不要害馬英九啊 馬英九的這個信任感已經逐步一直又跌啊 比這個蔡英文的還低啊 信任指數還低啊 就是這個就是 讓人民覺得說沒有辦法信賴嘛 你才可以 頭前說說 這樣招百米的 招到最後剩一米而已 你說 哎 這麼重呢 我們的遊戲規則改變了 政府怎麼可以這樣違反 那個誠信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今天其實你們會被詬病的是這個問題 其實你要 你如果說政府委員說認為這個 世界上他應該怎麼做 那你從 從未來的開始 我們沒有 我們在檢討以後再來 重新開始 我們沒有意見 這個我們真的沒有意見 你不能夠說你的遊戲規則 大家都照你這樣做 然後忽然間 在臨門最後的臨門一腳的時候 你完全改變 這個違反政府信賴保護原則 所以關於屏東縣政府 他們跟災民的 跟我們中央政府 大家協調那麼久 所出來的這個專案 你們不應該 應該要照原來的計畫去執行 那至於怎麼做 我是覺得說 等一下你們應該提出一個好的方案 你不能照說 你這樣一定要是簽約日改成完工日 因為他們還沒有正式簽約 但是是他們要送去簽約的時候 你才改變遊戲規則的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拿出你的方案來 你這樣用保障的不行 保障你保不夠 我敢說你用保障的 後來對這個災民 完全沒有辦法交代 部長你剛才要說什麼 我剛才有說過 就是針對林邊這個災區的災民 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會做專案的處理 這個精神不會改變 謝謝 這個專案還是要站在原來的精神 否則你很難安處理 好